这下周都要拍了 这合同怎么还没合 我尽快 你们怎么办事的 小燕姐好 快快快 真晦气 一大早就碰见一个跟风狗 这场面 每个月都要来一次吧 上个月撞山 小燕姐直接逼得 任青爷换了衣服 还有上上个月 小燕姐一杯咖啡 就终结了 那件衣服的生命了 那这个月又会怎么样呢 营竹之光 哪能与昊月争辉 这件衣服 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我不配 小燕姐不会疯了吧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 她应该再拍出大戏 我找的是正一 她人呢 赖总有什么 有什么事可以问我 江湖少年型已经开启了 各大影响号把能出演的女明星 都拿出来遛了一遍 也不知道我们公司 有没有明确的人选 具体的人还没定 但是那个名单里有 好 毕总 慎言 赖总好 江湖少年型的相关信息 不能随便透露 否则一切后果 自行承担 对不起啊 没事的 我爸是乐梦的股东 我难道还算外人吗 任总 这是接管公司的行政工作 其他的事情 当然要避嫌 郑一 为了庆祝乐盟 拿下与环球的合作 我爸晚上设了庆功宴 你一定要来哦 好 晚上见 我说你有什么该说的 不该说的自己心里清楚点好吗 谨言慎行 没关系 第一次当制片人 难免会出差错 下不为例就好了 我保证下不为例